欢迎收看近期的台湾 我是怡婷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到苏华公路 品尝勾扎笔 七十年招牌传道兵 香蕉兵 加科生蛋黄最对味 平息离火车最近的小吃 全台唯一野浆花水饺 每一口都充满花香 基隆和平岛鲨鱼料理 独有海味佛心价 别的地方吃不到哦 桃园排队美食基佛干贝 超级浮夸 超大份量又烹饰 鲜美Q弹的鱿鱼叶干 真空包零厨艺也好料理 位在苏华公路南澳路段上 有间开了七十多年的冰店 店里招牌是传道兵 除了红豆绿豆花生等配料 还要打上一颗生蛋黄 一起吃才过瘾 而名字的由来呢 是早期的传教士 来到这里 跟原住民陆罗传教的时候 发现拿在这附近 没有东西吃 只有一家冰店 传道士才会要求冰店的老板 在里面加上一颗蛋黄 这样吃起来才有饱足感 久而久之 老店也因为有特色的传道兵 生命大造 车水马龙的苏华公路上 每每到了南澳路段 就能看到这家 开了超过七十年的冰店 总是会让不少的过路人 和游客们停下来 这是我们回去花莲的冰晶之路 大部分我们经过都会下来吃 从小吃到大 因为我们家都会进入 所以我们常常会停温 一定要停在这儿很习惯的 好 请坐吃冰 太阳很大 少退冷静都吃冰 好 譬如玩饱 带着麦克风讲话的人 这是老店的第二代老板 林汉宗 店里音响放着怀旧音乐 让人仿佛置身于60 70年代 这间冰店不仅是用怒人的休息站 更承载了不少人的诡异 而大家喂的都是这一碗外头 吃不到的冰而来 你的传道冰来了 传道冰加蛋的是谁 这个 三大球清冰当底 配上红豆 大红豆 绿豆跟花生 四种配料 最后再来上一颗生蛋黄 你没看错喔 这样的吃法就是老店的正典之宝 生蛋黄加在那个刀饼里面 我就觉得意外的好吃 我觉得它很特别啊 因为第一次看到上面有蛋黄 一开始会觉得是什么 有点怕怕的 可是搅散了之后它融入了 真的还不错 味道真的很棒 而且它加那个碎花生 一绝 每年都来 每年都那么好吃 加生蛋黄的口感有什么不同 它多了一个甜味 在外面每次做像这样子的 加鸡蛋的 口感上面就有滑顺的感觉 没想到生蛋黄搭配古早味的清冰 却一点都没有违和感 反而还帮清冰的口感加分不少 因为入口后会变得更绵密滑顺 不过到底为何会有 传道冰这个名字 老店的第二代老板林汉宗就解释 这全都拜附近教会的传教士所赐 就怕客人不知道 林汉宗对上门的顾客 都要热情解释 所谓传道冰它是以前 我们这些原乡部落 传道是牧师 他们来这些传教的时候 以前找一件 就请把澳大西有一班 他早上九点十点到这里 然后他把这个吃一碗这个 因为那时候只有找货店 没有7分也没有怎么卖吃的 先前是只有豆 豆类 紅豆粒 豆花 豆花生 他就现在来 后来他想讲说这样不够饱 然后他就说 要不然你给老板留下一个蛋 这样再来往 然后他去传教 原来早期老店因为地利之变 店门口正是金马号的停靠站 不少传教士 要到附近的原住民部落传教 都会来这里吃上一碗冰果腹 久而久之特制的传道兵 就有生米大造 清冰然后香蕉味很重 对啊 然后比较绵 比较古早味一点 我这边有个亲戚 我小时候爸爸 就会带我们来这里吃 每次必经的地点 到花莲 到台湖 毕竟的地点 都会在这边做暂停停留 然后一般都是夏天来 所以都会来这边解热一下 大家是不是吃过久了 应该有30了吧 老主顾吃这么久的原因 都是因为店里的这个清冰 使用阿公鸡的制冰机 每天现做现卖 这样吃起来才会透心凉 真的没有那么 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 你看你像现在我这个做到 也是职业病啦 有时候像夏天的话 天气很热 你就要做到半累啦 我这个就做到因为太超 所以这个季健就突然就断掉 断掉它也没准 事先也没有准备就这样 就断掉了 原本在台北 从事装潢工作的林汉宗 婚后回来南澳老家 跟着太太一起传承 老丈人的手艺 坚持用古法制作 虽然保留古早味 但缺点就是费时又费工 尽管都做到职业病了 手臂上的肌肩断掉 还没有手术接回 但为了让上门的顾客都有病吃 就算搬冰桶的手天天都会痛 他依旧秉持着职人的精神 坚守岗位 像你讲的都给人 不要给你做一下 再怎么不能要去打比赛 结果都操到都不行 不然怎么会吃什么 总要吃饭吧 至少我们三个小孩都养大 不止有传道兵店里的三色冰淇淋 也相当受欢迎 这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把布 粉红色的是火龍果口味 黄色是南瓜 紫色的是芋头 为了养生第二代老板娘劉敏玲 她坚持把糖量减半 而且只用灯令新鲜蔬果下去制作 像这个火龍果冰淇淋 它是以健康为概念来制作的 好不错 十年以上有了 我们是来自台中 然后吃这间冰店大概有五六年了 然后它的冰的话不会太甜 然后口感介于冰淇淋跟冰沙中间 冰淇淋的口感会与众不同的关键 刘敏玲不藏思透露一点小配方 都是我们南澳的火龍果 一些老浓重的火龍果 为了保留住果肉 火龍果在打碎的过程 时间都得拿捏精准 它就是让水果 就像煮蔬菜一样啊 你太过瘾那个的时候 容易流失它的营养价值 所以我们火龍果一生拿到太水 对... 再和黄金比利的糖 下锅一起煮滚 而不是等到滚后才拌入糖水 这样做成的冰淇淋 口感层次才会好 所以不少掏客一吃就是好几十年 这是我们当地种的南瓜 我尽量以我们当地的食材 下去做的冰 另外这个南瓜冰淇淋 当初也是为了不敢吃生蛋的顾客 所研发出来的 这一道冰称为植物蛋的冰 也是在我们传道冰里面啊 坚持店里的产品 都是用原型食物去制作出来 这样的用心深受扑客的肯定 这个冰是有感情的啊 不但是冰而已 这家店是有很多的故事跟感情在 像今天就有好几个老客人都回来 想很久了 都没时间来耶 因为疫情四年了嘛 我很多马来西亚客人 新加坡客人 华人的客人 回来就是说 我已经四年很想了 这一个味道的冰 因为这个味道是我们 华人世界的味道 多年前更有对岸的客人 吃过后想跟他拜师学艺 甚至开高价300万人民币 要求跟他们购买制冰机和技术 但是夫妻俩听到后直接婉聚 我们就是觉得这只是 这种文化的产生啦 就说这种东西留下来 除了说赚一点加油 至少可以交好多工的 他买了300万 他一个月再给我30万 去教他半年 可是我认为不行 把台湾拥有的文化留在台湾 因为这种东西 漸漸已经没有了 你看我都舍不得把我的机器换新 还是用我的老机器慢慢拖 慢慢拖地打饼 有时候打到很晚 对制冰机的感情很深 因为靠着这台机器 每天马不停蹄地运转 才能养活一家老小 其实这是一个小型制冰工厂 它可以制法覆 可以制皮下边 可以制冰块 卫生硬块 还有就像我们家吃的清理 应该算是不算地骨盘 因为先前火烈木 再加点下来 就我们家前面已经有两代的 产生硬工厂 這台从日俱时期 开始就有的机器 传承至今近百年 在台湾可以说是硕果仅存 银乳 就是一个冷冻池 它那个阿摩尼亚在烤 它这个就等的时候 这个冷冻池里面 至少要到零下四小时度 你开硬冷 它速度就比较快 但是开硬冷 它这边就比较快 但是它这个打的病的 那个免度会出这样 所以你要凭你的经验 去掌控它的冷度 凭着经验去掌控冷度跟时间 才能造就出冰完美的口感 看准时下年轻人喜爱酸甜口味 店里的桑胜酱 也都是自家手做 不买外面现成的 自己煮的 第一个不会太甜 第二个它绝对煮不出 我这个味道出来 比较红的就是比较嫩 比较生的就比较成熟 使用两种不投熟程度的桑胜 一起下锅煮 这样煮出来的桑胜酱 品尝起来味道更香 口感层次会更加丰富 更努力的去研花冰 也会教我的儿子 把这一块做得比我还要更好 开了超过一甲子的老店 现在也有了年轻一辈 申力均加入 28岁的儿子李玉泉 硕士毕业 回家接班 不管内外场 大小事物 都渐渐能独当一面 这个是传道兵加蛋 然后这是芒果牛奶 好 这里 汤匙 要多一点 有蛋的要跟冰拌一拌 它才会熟 新一代接班也跟当初爸妈一样 全年无休 不只要守护好自家的老味道 更怕想来吃的客人们会扑空 我们家就是能开 就都尽量开着 因为有些客人可能从大老远来 他就想吃个一下这个冰 回味一下这个味道 担心说他可能 会不会结得太辛苦 所以我每天都陪着他 就我们就尽量教他啦 但是其实现在都已经 他开始在操作 但是我爸说他结得太累 所以我都陪着他 有这传承的使命感 要做就做到最好 因为这一晚传道兵 在林佳仁的心里跌距翼翼 像我待在这个地方 我也觉得算滿幸運的啦 应该刚好在蘇花公路的终点站 所以好多客人也好啦 一些游子也好啦 回来他就是会在这边 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再继续往前走 好好跟妈妈学习的话 就把这古老的味道守住 另外融入一些 我们年轻人的想法 做一些改变 让更多的人 更喜欢这种古老的味道 古早味的传道兵 会继续在苏华公路上 陪伴着异乡游子乱成长 新北市平西铁道上的菱角车站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站 当地铁轨因为有着大弧度弯曲 有着微笑车站的称号 过去是运送梅花而生的车站 如今随着产业目落成了宁静的小村落 铁轨旁就有一间 只有假日采营业的小吃店 里面卖着当地才有的野浆花水饺 淡雅清香混合着肉馅 口感非常特殊 手工的香酥猪脚跟醋肉大肠 也是老板他自己研发的美味 以及现场的铁板豆腐 在地的白斩土鸡入口鲜嫩 带您一块去品尝 野百合有成天 野浆花有夏天 跨越夏秋的芬芳 深山里的金元堡究竟作乐在何处 不禁让人闻着花香 寻香而至 新北市棱角车站轨道旁 又兼不起眼的铁皮屋小吃 花香水饺香就是在此处 搬的水饺 它都是包了一些高麗菜啦 韭菜啦 能不能用一些花类的东西 来包野浆花 然后我就来尝试看看 真的不错 有特殊的一个淡淡的清香味 一颗颗白胖胖的水皂 已花入菜鲜香宜人 咬下去汁水四溢 带油野浆花香 与肉味内馅碰撞出来的口感一楼 食材也取自老板楊万生的自家后院 这是一种彩色的野浆花 我们彩的时候 彩它从它的进步这个地方 拉上来 这就是一朵 彩这个野浆花 我们就是做水槽 来 然后加上白色的 然后我这边种的 目前有差不多四种水 彩下来以后 就要马上汆烫 汆烫以后就几栋 所以我一年时期不切花 鱼肉 鱼肉 高麗菜 野浆花 烧起的红萝卜 我一直讲究所谓的料理 你不要去添加任何什么 什么佐料 什么 最好是吃好的原味 吃出来本身的蒸很重要 不用过多的调味 楊万生现包的水皂 薄薄的外皮 透出粉嫩色澤的内餡 一颗颗像是圆包整齐摆放 下锅煮到精盈剔透 撈起后 就是客人吃进口中的在地包藏 特别外面蛮吃不到的 也像水饺 有那么花香的味道 很好吃 你看我们一般都吃完了 水饺好吃 为什么 它自己包的 很好吃 不只水饺有创意 店内环境也特别 老板刻意在铁皮墙上 开了一扇窗 让坐在里头用餐的客人 可以一边吃饭 一边欣赏火车进展的风景 蛮新奇的啊 小朋友都会吃一吃的 我觉得大家都会冲出去 看火车这样子 对 这很近 非常的近 我第一次来也蛮惊艳的 平息铁道最经典的风景 天天在这里上演 坐着吃饭 就能看见火车从眼前开过 呼啸而过的声像 也呼应着如战场的厨房 每到周末 就是杨万生最忙的时刻 小店只开五六日三天 开店 备料 炒菜只有他一人 将近三十年的厨艺资历 也落下了职业病 前段时间开了刀 上工还得用护腰带顾身体 有的客人用餐 要等一两个小时 他们都愿意 也愿意 老师像也喜欢跟我聊天 登山的事情 为这些家常 有的客人在这边吃了 将近二十年 这么久的时间 老师就做了 对 十五岁就在大餐厅学厨艺 杨万生列救一身好功夫 虽说店内卖的是 当地野菜跟小吃类 但碰巧采访这天 有人订的却是拌豆菜 这拍家 我跟他煮就棒了 亲切招呼客人后 又要进厨房 他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但二十年前回来开店 曾被人家笑说 根本不会有客人 国中的时候就出去了 然后村里学厨艺 住了一两年 在外面四处的工作 也做过肆虐设计 一些东西 然后想一想 那时候就 妈妈生病了 我想说 老人家陪我们 可能也不久了 医生说可能也不久了 然后就跟太太商量 回来 照顾到我们家 把外面的朋友带进来 带进这个小小的村落里面 让这个村落 看能不能更烦恼一点 更有人趣一点 然后我就这样慢慢地做 慢慢地做 一直熬 熬到现在也二十年了 回到家乡做起小吃后 名气在登山圈逐渐传开 因为在这也能吃得到 小吃累的功夫菜 德骨猪脚真的很香 清洗过 然后汆烫 汆烫好了再炸 炸好了再卤 乳好了再去骨 去骨完了以后再捣碎 捣碎以后再把它整块 一块一块的挤豆 需要的时候拿出来 切一块小块的再炸 搬二十只的猪脚 我都要忙一整天的时间 我的兔溜大肠 都是用本地的温体猪的大肠 回来做的 然后煮好了以后 一般你在外面吃 绝对是用姜丝炒出来的 那我也是会有加姜丝 但是因为我都不用味精 所以我会用大量的洋葱 我想说这样会提出 它洋葱的甜味 你就不需要再添加任何 其他的一些佐料 就是这样的美味 也吸引外国人特地造访 发现菱角方便有这个墙 所以要订这个地方 所以是礼拜几要订多少 有位 最少三十位 这个地方有很多很漂亮的席 山席 有一些很好跑的上路 算不到 这里是许多登山客的后花园 老山城车站的宁静 把坐落在平溪铁道上的 麟角车站 衬托得更不一般 麟角火车站这个地方 以前在开采煤矿的时候 是一个很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煤的集散场 而且以前车站前面这里是双轨 而且住户也很多 这里也是我们平溪区的第二大礼 这个火车站的特色就是它的弯道 夜台的弯道 就将近一百八十度的弯道 所以我们的外号 真的微笑火车站 说着昔日的风光 如今只剩淳朴的街道 幽静的环境 随着人口轻移 小村庄里几乎只见扰人家 闲事在屋前聊天 因为人 他们都搬出去了 人也少 这个夜台 这个也没有管理人员在这边 也没有车站务人员在这边 现在就变成一个 无站务人员的车站 繁华落尽的山林老火车站 现在也随处可见 一只只慵懒的猫咪 也为这山城增添了 可爱全部的氛围 而杨万轩的小吃店 更多了一些让人处足的好味道 铁板豆腐是用鸡蛋豆腐 然后再有炸 然后再炒 因为它吃起来就是比较香 因为我的佐料里面有加了奶油 还有黑胡椒 现炒的铁板豆腐吃进嘴里 入口即化 口口嫩香迷人 现切白斩鸡 选用当地只吃麦片的土鸡 尝起来没有饲料的味道 肉质更是扎实鲜嫩 土鸡好吃 因为我们这里乡下自己做的 很Q很Q 我们本地的土鸡 很好吃啊 肉质跟外面的不一样 你看我们朋友来吃肉好吃 又带两只外带 反正正面菜五分五十什么 你看好吃 我们大家 我们板豆每次都来这边 这边板 那虽然是小吃 但是搬的那个板豆也是很澎湃 主打的是一些野菜 野菜 当地食材这样子 自己也比较自然 比较野素感 这一道道的美味 都是客人口中的招牌 杨万生当初也是在父亲的鼓励下 才决定开店 就是妈妈走了以后 我在想到我来做 做老本行 那时候爸爸也在鼓励我 爸爸说你的菜超家很清淡 很适合老人家的吃饭 他说你可以在家里做 做你的老本行 不用出去外面风吹日晒 也可以好好的守着这个家园 虽然这里生活平淡 但他完全不后悔 二十年前选择放弃在外的事业 能回到家里 在乎母亲最后的那段时间陪他们 值得 是比较紧张的 至今提到之爱的父母亲 杨万生依然会含着泪水 难掩情绪 依旧坚持守着这个家 就要守在家乡 就是这样平淡淡淡地过一生 只能不能那么讲 坐大了 或者把这个家守住 然后也不会让我们的教会 当年的一个转念回乡做吃的 一位自己的后半辈子 找到了最合适的去处 如今老车站依旧宁静 轻易的小吃也依然单纯美好 在金龙和平岛上 有一位人称阿久伯的吴正清 从小在和平岛上长大 靠着一碗鲨鱼跟跟很多美味的鲨鱼料理 在岛上闯出了名号 他做生意的方法非常特别 出了价钱便宜 最喜欢跟客人 介绍一些鲨鱼的相关知识 他的人生六十岁开始 历经了李埃开刀跟火烧房子 钱财对他来说不是重点 他只希望他的鲨鱼料理 能为和平道带来更多的观光人潮 凌晨三点 当大火还在树梆中时 基隆卡麦蒂的鱼市场 早已人生抵肺 人群中这位留着小屋子的奥吉桑 他就是基隆和平岛上 绰号阿丘阿的吴正清 六十五岁的他以前跑过船 加上卖了二十多年鲨鱼料理 即便大鲨鱼被驱头驱尾 少得凶恶模样 他依旧一眼能够认出 大火的鲨 不一样的 我们有时候用一款的 尾巴跟一般的鲨鱼不一样 一般的鲨鱼的尾巴是直立式的 他的尾巴是横式的 好啦好啦 那两个肉还给你 那两个吧 那两个穿肉给你 两款 基隆和平岛位在台湾最北方 靠着和平桥与本岛做连接 岛上有着壮丽的海石地形景观 近来附近的正兵渔港 彩虹屋很吸睛 但在和平岛上也有一间彩虹屋 它就是阿丘阿丘吴正清的店 里头小小一间厨房 帮夫妻俩忙着客人内用跟外带 来 第五桌小小的一面 一大一面 这是大人 大人 那大人 一面很大 非常好吃 这个不好吃 好 来 一间小店热热闹闹 客人都指明要吃这碗 只有铜板价格的鲨鱼羹 里头的炸鲨鱼肉给的很阿萨里 有六七块 而且都切得很大块 咱们这招牌的这个鱼羹 鱼羹 鱼羹的又好像不含油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鱼羹出生 你好像说要外面吃就比我更少 鱼羹汤就是一般鱼羹 鱼羹的鱼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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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羹非常好 它是圆的 一转… 一转… 為了要做出招牌鱼羹 鱼羹每天凌晨五点采买完鱼貨 明座休息 趁着新鲜赶紧处理 由于鱼羹賣的鲨鱼 每天的种类都不一样 处理的细节也会有所不同 处理好的鲨鱼肉 得用独门的配方来腌漬 然后用手镜 让味道滲入鱼肉当中 鱼羹的鱼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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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接受度比较OK 炸好的鲨鱼肉块 说真的比岩酥鸡還好吃 另外让客人必脸的 还有用鲨鱼皮做成的鲨鱼丼 因为富含胶原蛋白非常Q彈 你看 这么Q 你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老婆胶 早上胶原蛋白 要不及 不过一只鲨鱼 能做成鲨鱼丼的部位非常少 而且在处理之前还得先去鲨 你看这个 皮膚會破掉 你太热的话皮會破掉 你常常在做这个鱼鱼 你的手上也不好 不是啦 我手上很油 才做上一栋的皮 它很Q啊 我跟你讲 这个外面 现在已经结版了 好 感觉 但是我说这个 芥末我给你扛 就这样一间店 二十年下来 在河滨岛上 经营得有声有色 但阿Q伯的个性 也多少像鲨鱼了 总带顶霸气 而且非常爱开玩笑说 自己很臭屁 我哪有那边 我鲨鱼跟他们也是很出名 可是做法不一样 我是臭屁 我就 我做着鲨鱼跟他们不一样 这个怎么样 可能去评论 臭屁要有实力 人家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实力 所以他敢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专长 他可以从头介绍到尾 俗话说六十二顺 阿Q伯在六十岁开始 对人生有了新体会 他遭遇了两次劫难 五年前一天半夜 准备要去卡玛丁买鲨鱼 让他第一次觉得生死有命 咖喱一半啦 我煮给他吃啊 他就突然就吐血了 他就马上送医院去检查 就发现了 直到胃啊 我第四期的 我可能是比较壮 上天留一条路给我 不到一个礼拜我回来要 我还是水饺这样做 还是差一样子 你一定不相信的 我在做化疗 我还是在开店 真的 我是这种人 为什么 不得不做 有时候我们做这一年这样 有时候好朋友要来吃 你不得不做 我要把客人当成是朋友 身归场大病 让原本壮硕的阿Q伯 小了一号 从昔日这两张照片 可以明显比较出 不过这照片 却是仅存的回忆 因为2019年9月 一场大火烧光了他 二十年奋斗的光阴 消防队员健壮后 赶紧布水线 使用强力垂住灌灸 在十五分钟后 顺利将火势不灭 在十五分钟后 小朋友跟我说 小孩 我看一个小孩 我带来这里 我看中午的小孩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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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电视台 我也这样讲过 人家没怎么 烧起来 人家没怎么 人家没怎么 看到大火 其实他最担心的是 自己的弓袖 陈美珠 他才比上班 他第二名 他带给我这个 国民大姐 他说 我有老材 我没有人材 我没有钱 可是我有老材 那男主 是夏娃 他夏娃 他夏娃 但吴正清不愿意被人看扁 所以重新在河滨岛上 租了间店面 研造到别人家里去了 他说要赔偿 你知道 这赔偿前来一次小事 压力很大 讲个良心话 真常放弃 他会讲回来 人生在世的话 你总是要有勇气面对着 这个现实 对 除了我的人 很多 帮助我的人 还是有 另外阿QB 脱而不休的原因 是因为很爱 河滨岛这块土地 从小出生在此 因为家里人口众多 经济状况不好 阿公为让他好养 才会帮他取名阿QB 长大后的他 跟着岛上的人去跑船 让他认识了鲨鱼 虽然早年捕鱼收入不错 却要付出极大的风险 台湾的东北季风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出去讲给人说 每一年都 蛮有多人在耍寡 孩子两三个 怎么办 他不得不再嫁人 河滨岛这种人蛮多的 所以后来他转座营造 那时70年代经济起飞 他也曾坐勇金山余山 39岁就通风了 我吃得太好 龙虾 九孔 那个时候没有鲍鱼 那时候没有鲍鱼 那个什么什么 熊掌的都吃过了 说起那段流金岁月很风光 但全都败在投资艺术品生意 只好中年转业 在自己最熟悉的和平岛上 开了一间 卖牛肉面的小店 鱼肉面的小店 来给你的 谢谢 但会卖起鲨鱼羹 是看到二十多年前 台湾渔船到国外捕鲨鱼 只为了猎取珍贵的鱼刺 而丢弃鱼身 遭到国际舆论踏罚 后来政府要扭转形象 要求渔船得把整只鲨鱼运回来 所以那时鲨鱼的价钱 是非常的低 从前的人 甘苦人 他就新鲜的鱼 比较好的鱼 他吃不起 他只有吃鲨鱼 所以有的人 现在闻到鲨鱼就怕死了 这种是这样 那我就利用鲨鱼下去 把它发扬光大 反正原则上 就是我们无尽其用 不要浪费 从那时候 吴振青开始 真正走入鲨鱼的世界 研发出各种美味的鲨鱼料理 像是知道 炒鲨鱼用的是水沙的瀑布 只需简单加点豆瓣酱 用大火快炒 就是一道鲜美料理 另外还有别的地方 吃不到的鲨鱼烟 是用蒸的方式 保留原汁原味 最后靠 砂糖烟熏上色 除了鲨鱼料理 AQB也用河滨岛上 出场的海味 做出墨鱼汁软丝 跟飞鱼软丝香肠 得到季隆十大伴手礼 除了香肠 更值得一提是这海藻水饺 内馅有河滨岛特产青苔 她是很多当地阿嬤 去海边采集的季节性海藻 然后加入干貝 虾仁 增加口感跟鲜味 就是有海藻水饺 就是用在地的 在地人他们都会长期 就是会使用到的 所以也有点像文化传承 AQB非常热爱土生土长的和平岛 下午一有空 就拉着我们去海边 因为那里的每一块礁石 有着它还识记忆 这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 我都很熟 这边 和平岛最好的十八菜 在这个地方 最好的 最好的 又长 郭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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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说 它在一栋一栋 原本的这一栋一栋 经过六十多年的自然风化 与人文建设 和平岛的海岸线 虽然有了不一样的风貌 但在AQB的心中 永远都是一块最美丽的镜头 在桃園有一家鸡排超级吸睛 Google评价有将近五颗星 大分量的鸡排内线 连口味都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人气No.1的大鸡婆鸡排 光是外形 看惹就让人傻眼 还有三星葱干贝鸡排 把青葱跟海鲜配得多多好 每一样都大受欢迎 大块头老板程薇红 做生意就像他的身体 一样大气 所有食材也坚持天然新鲜 虽然他在国中时 曾经迷失自我 放弃了学业 却在鸡排里找到成就 有吃过鸡腹的 超级特别的 很惊喜 好吃的原因是因为 它比外面还要免 对啊 不会像外面说那么油 我之前有等过一个小时 这么久喔 但还是要吃 对啊 台湾人最爱的平民小吃鸡排 你一定吃过 各地的创意鸡排也很多 但是包着大鸡腹的 顶天立地鸡排 只在这家中立的 咸酥鸡店吃得到 一推出就炒热话题 大大吸睛 老板程辉宏 更靠着各式的包线鸡排 打出名号 几种口味 二三十种吧 因为我都是会有 冬天跟夏天的区分的口味 这样子 不会说一年自己都是卖 一样的口味 像我们放给客人的煎料 我们都装到薄薄的给客人这样子 我们的鸡排大概一个 大概都有在半斤重左右啦 够分量的鸡排内馅 每一款都像一个塞满的口袋 除了人情No.1的大鸡佛鸡排 让人看了傻眼 还有够味的三星葱干贝鸡排 把青葱和海鲜绝配得刚刚好 而在地新屋的土和鸡排 更是限量的口味 不只这样更由女生最爱 拉不断的明太子起司鸡排 一样大受欢迎 那个明太子很薄 然后很厉害 我觉得第一次吃到很惊艳 不错 好吃 你看我可以看看喔 鸡排口味在头顶上 什么 旁边有可以点 旁边 6号 每天经周末开始备料 客人陆续上门 程辉宏忙碌于餐子和后台间 块头大又高的他特别显眼 在中立工业区附近卖咸酥鸡 鸡排已经八个年头 吸引客人的除了和他一样 够分量的鸡排 还有许多外面吃不到的独门杰作 我刚刚看到那个什么肥肠 这道菜算我们家的弊点之一 弊点的招牌 对啊 外面也很少 因为很少人做自己手工这种 做的肥肠 那像这个也很少啊 这个啊 这鹅蛋啊 我会跟那个鹅肉鸡排一起跑出来 这样吃 所以它是整个家庭炸料吗 对 鸡排是我们家的强项 我就觉得说 我还是喜欢你变三个 我就炸三个这样子出来 这样子 坚持现准现炸 老婆李怡琴是自己最得力的助手 负责炸胎料理 后台补给就是陈辉宏负责 像是今天一上架 就快卖光的鸡火鸡排 得要快点炒下一锅备用 麻油先煮热 然后就放姜片爆香 鸡婆都有特别平座啊 对啊 这我们的鸡婆都挑的比较大 有用快的 应该没有人像陈辉宏做鸡排 这么搞刚了吧 达客的鸡婆在波产间跳动 海啸的美味变得有点可爱 陈辉宏还会撒上独门中药粉 它炒下去的时候 它的香气就跟一般的不太一样了 然后我们米酒一定会加够足量 因为怕鸡婆它去黏到锅底 现在我们会把大火烧开就好了 一锅的鸡婆全为了 包进鸡排里 即使生意再好 陈辉宏还是坚持按部就班 什么都自己来 全部都是纯手工 没有任何的机械可以去取代它 包含我们在选肉都也是一样 我们研究的那个土耳鸡排 新屋来的土耳 这边新屋在地的特色 就是吃的肉一定都是配九层糖 最新一季推出的土耳口味 指法也很在地味 陈辉宏的鸡排都会用特殊的酥炸粉 裹鸡肉再加上独门的封口技术 即使每一种口味都是把料塞得满满满 下锅炸的时候也不怕开口笑 包餡的鸡排一定不能切 而是要一口咬下才过瘾 其他人们食材也丝毫无逊色 手工肥肠炸锅后是又酥又香 糯米肠底力软嫩 又吃得到炸锅的焦香 还有一些外面吃不到的 像是芝麻大汤圆 土耳蛋 泰式鸡蛋豆腐 陈辉宏的咸酥鸡炭 完全颠覆了传统印象 那里面有加葱 其实会让它把里面的 比较肥的那个油脂逼出来 就不会吃起来觉得很腻 其实每天面对的食材都一样 可是有时候你在炸的过程 你就会希望说 我可以对这个食材做什么变化 对 有期待感 对 然后你有希望说 我今天我可以做的东西就是 但是当你想吃咸酥鸡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吃我们家 第一次来的客人 常常都会觉得说 我东西不咸 买个一两次以后 它就会发生 这样你比较能吃到 食材本身的味道 鲜美Q弹的鱿鱼叶干 无论是用炸的炒的 或是气炸锅料理都可以 这些鱿鱼来自南美洲海域 远洋捕捞 活体新鲜船豆 经过清理以及专利的研制技术 确保每一片鱿鱼都入味 真空包装超级方便 简简单单就可以料理 是凌厨艺婆妈们的最爱 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你只要就是解冻 那我们就是拆包 放到我们的那个气炸锅里面 200度15分钟就完成了 今天的炒的都方便 非常Q弹 而且味道很鲜甜 弹牙鲜美的鱿鱼一叶干 整空包装方便卫生 买回家只需要简单料理 便能享受餐厅等级的手艺 强调原味零添加 更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而鱿鱼一叶干的源头 是来自南美洲远洋捕捞 并且直接在船上 活体急速冷冻 以确保品质 我们是台湾的渔船 在阿根廷海域捕捞 因为阿根廷由于它的肉质 其实它是非常Q弹的 然后它的味道很鲜甜 所以是我们台湾人的 第一首选 送进工厂之后 就是一连串的抢先步骤 首先我们会先将鱿鱼的内障 先仔细地清除干净 那让消费者可以方便使用 那之后呢 我们就是会进到我们的 独家的专利研制技术 那薄鹽入味 来带出鱿鱼本身的鲜甜 我们入味技术之后呢 我们会经由就是 我们的冷风干燥 经由一夜的冷风干燥 那外面房间 它是没有像我们这样是 真的是放置一夜 一般来说 因为它的鱿鱼它会有水分 那我们也有薄鹽入味 会让它浸汁一整晚 那它干燥过后 它的那个肉质会比较Q弹 我们一天大概就是 一万只上下这样 位在宜兰的老四号食品工厂 以水产起家 有独家的技术和经验 在硬体上能克服各种困难 生产出高品质一夜干 在本土连锁超市上架 本土超市它对于就是食安 其就是温度控制是非常要求的 水产品它对于温度变化 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只要有一点疏忽 那品质就很容易受影响 所以我们会针对就是环境的 跟水产品的温度控制 那我们尽量是将就是 雨体控制在15度内 这个就是我们鱿鱼 经由一夜冷风干燥之后 我们会进到我们的生产包装间 那我们会先将鱿鱼 就是一片一片的摆在 就是纸板上 然后再进到我们的 连续式真空包装机 我们从原料补捞起来 到制作完成的时候 它的重量一定都有足重到200克 我们在本土连锁超市 是以片作为贩售这样 一包的 一片就是一包 我们这次产品 大概已经快一年了 对 是 非常反应用 对 非常好 刚刚出来的时候 根本就来不及生产 是销售一空的 品质好 吃起来美味又评价 由于一夜干 在本土连锁超市 上架之后 即造成旋风 能获得消费者青睐 全靠每一个环节的 注重和坚持 由于它其实是一个 不好做调理的东西 尤其是软体类这种东西 它都是有一个非常高的门槛 那坊间有许多做法 它都是将鱿鱼 长时间浸泡在盐水里面 那它在加热处理的时候 会有出水的状况 它会影响它的口感跟风味 我们是整个工厂 所有的入味技术 我们算是独家精密研制入味技术 精准地控制它的用盐量 来去降低它的耐含量 但是它又可以达到 带出食材本身的鲜甜味 全程把关 零污染 零添加 除了自主检验之外 也会定期将商品送至第三方 公正检验单位做检验 这个商品从发展到上架 经过了整层关卡 这个在上架的过程中 我们跟本土连锁超市 经过了好几次的沟通 然后测试 然后做修正 那我们在这个测试修正 这个过程中 其实耗费掉上万支的鱿鱼 这个不行 我就打掉 这个这一板不行 我们也打掉这样 那经过测试 到我们认为都完美了 然后才上架 最困难的部分真的是在于 处理上的速度跟温控 因为处理上的速度 如果不够快 它在软体类的表现上 它会直接反映到它的腥味 那温控来讲的话 如果温控不好的话 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出水率 或者是说它的颜色 变色 跟它的品质 挑选好的原料 安全严谨的制成 那这样子消费者是吃得出来的 而除了鱿鱼一夜干 备受好评 另一项商品熏鲑鱼 销售也是一度长红 小巧便利真空包装 对小家庭来说超方便 切片包苹果或搭配生菜吃 淡淡的盐熏香 新鲜软嫩的鲑鱼肉 简直式绝配 本土连锁超市 将水产商品提升精致化 也慢慢改变民众的消费形态 我们现在的活动配合 是用价格来做促销 让消费者更认识到这支商品 零厨余的概念 消费者拆包就可简单料理 对忙碌的现代人来说 便利性十足 不用过多调味 就能品尝到来自大海的鲜甜 由于一叶干颠覆传统之城 让美味更升级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70年的 GOTABI 传统技术制冰 招牌传道冰家生蛋 甜蜜清爽不甜腻 老板也靠着这碗冰 养头一家老小 以及仰晚生 用自己的后半余生守着家乡 也创造出了独特的在地美味 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谢您接的收看 也欢迎全球观众 一起上近期的台湾 YouTube按下订阅跟分享 我是怡婷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